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男青大屠杀,死了30万中国人 就是对于中国人都会觉得 为此这件事情特别的悲伤特别的难过 我觉得 主要我觉得屠杀主要是还是军人对于 平民就是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的一种 施暴 我觉得应该是当时的角色应该是一种 家破人亡啊 我有尝试下来去看看能不能代入一下 当时就是这种中国军人的身份 可是毕竟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的嘛 所以就只能是大概这样 然后只能尽力模仿 就是想像自己是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迅速融入进去 有时候会辅助一些个人生活的情景 或者是感情经历或者曾经很相似的一些状况 然后来帮助自己进入 然后摆一些动作 回忆让我回忆到过去那个年代 那个惨痛的经历 有能力的人去吃过没有能力的人 我会很惨疼 然后我会尽力阻止他们 如果那意味着我会尽力阻止他们 如果那意味着我会尽力阻止他们 我会尽力阻止他们 但是我会尽力阻止他们的状况 就感觉好像是要把一个组织 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一样 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常人太一样了 所以屠杀这个持人度来说是比较沉重的 我觉得屠杀这件事虽然我不希望它发生 但其实就算在现在它也在进行 像现在的一些SS这些极端主义 他们会觉得你这些人就不该存在这个事 屠杀本身就是由这个想法产生的 我的角色饰演一个市民的女孩 所以女孩子又是战争 然后又看不见这个世界 她心里面肯定是对这个世界 就是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特别恐慌 所以 可是既然你是强者的话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凌辱弱者 我觉得我如果面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可能人已经麻木掉了 我不会去享受 但是我人可能已经像个机器一样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去思考了 我感觉更像是一种神粹的一种 泄愤或者是一种炫耀的感觉 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不会原谅他 我觉得是我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受伤 但是被人的心理 我宁愿自己死 在其实军队里面它有一个区别的嘛 纪律包括命令 因为是第一的嘛 那么如果在当下情况下 从士兵的角度来说 你的长官对你下的命 你没有办法去阻止嘛 因为你只能去遵守它 有个种族歧视还是存在的 包括像反华对不对 还有一些对黑色人种 对有色人种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吧 那是当时以前发生的事情 以前做这个决定的人 那他都已经过去了 然后对于现在的日本 那就不能因为这样去连带的去想 所以我对于日本没有什么仇事的情绪 不过还是要看人的 在回顾那些日本老民的一些回忆录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们回忆自己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当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 然后他们意识到自己说这些事情是极端可怕 甚至罪孽深重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是崩溃的 整个过渡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抛弃了 当你发现你作为一个士兵 你去做的这次你发现你认为是错的时候 但是它是又跟你上级领导所违背的时候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善良的是最根本的 如果你的手上粘着别人的性命 而且别人是无辜的 他有没有做什么错事 他就这样被你杀了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 事故我肯定无法原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与点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